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2100整點新聞 我是黃玉蘭 新聞一開始 趕快來關心到強台凱米 下著強風豪雨鋪上台灣 全台有22個縣市 同步停班停課 預估深夜 將會從宜花的地區來登陸 一起來聽聽氣象主播戴立剛 帶來的最新說明 好 在現在晚上 已經進入9點鐘的這個時刻 颱風的中心位置 仍然是在封濱的外海 因為它整個移動 的路徑跟方向來說 在今天的傍晚以後開始 就在花蓮的外海在打轉 打轉的原因就在於說 颱風當接近我們東部地區的 陸地的時候 因為最重要我們的護國神山 中央山脈 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就自由過山 第二種高低層分離 第三種就是在打轉 因為它在逐漸的接近 我們台灣陸地的過程當中 之前北方有高壓 使得它沒有辦法往北走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的最新的雷達 雷達上面呈現出來 就是整個移動的方向 來 我們來等一下 看看有沒有最新的 50分的出來 來 還在海上 有沒有看到 還在封濱的外海 颱風的中心位置 現在在這個地方 花蓮是雷達站在這邊 這個點是花蓮雷達站 你可以注意 它之前的移動方向來說 在接近秀林的外海之後 開始逐漸的往南走 到了封濱的外海之後 再逐漸的往北轉 所以現在中心還是在海面上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整個動態的雷達 從這張動態的雷達圖上 就可以看到 在花蓮的外海之後 它逐漸的往南的方向 在移動 移動的過程當中 強度的部分也受到 我們中央山脈的地形的破壞 目前中心的位置 就已經到達了封濱的外海 快到受封了 所以整個移動來說是往南走 再來它還會逐漸的在往北轉 往北轉之後 就要看它登陸的點 以目前來看的話 它也有可能從花蓮試進去 也有可能到了和平進去 或者是太魯閣 因為太魯閣那邊的話 整個進來的水空間比較寬 再來就要往北移動 往宜蘭的蘇澳的方向 東澳或者是往蘇澳方向走 所以這幾種可能性都有 所以未來我們就要看它 在整個打轉回來之後 整個移動的路徑跟方向 會是怎麼樣的一個趨勢跟變化 目前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到 台北的風雨的部分來說 其實現在這個時候 可以從淡水的即時影像當中看到 只飄一點點雨 風力的部分 也都是一個比較偏小的狀況 雨量的部分在今天的時候 最主要的降雨狀況在宜蘭 再來就是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這個山區 你問我說為什麼會在這邊 因為重點是它在於 我們的東部的外海這個地方 整個風場是逆時針的旋轉之下 風力的部分來說 把水汽帶進來 碰到了我們的護國神山 中央山脈 落雨區都落在了山脈的西側面 接著我們看到 這一個小時的降雨從8點到9點鐘 應該嚴格來講是 7點50分到8點50分的資料 可以注意到 在花蓮沿海附近的降雨 再來就是在宜蘭山區的雨量 還是明顯 還有一個就是在高雄 台南 跟包含了嘉義山區 這邊大概20毫米的雨量 是每小時 每小時的降雨狀況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它未來的整個路徑 先來注意到這張雲圖 這動態雲圖當中 可以很明顯看得到整個雲系的發展 剛好就在台灣上空 水系的發展在台灣上空 使得颱風的整個的環流雲帶的發展 都卡在了我們台灣上空 山區的降雨狀況 相對的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狀況 從路徑顯示圖上 我們可以注意到 現在目前颱風的中心位置 仍然是在花蓮市的 偏東南方的海面上面 未來的走向來說 有可能就會逐漸的開始 在往北轉之後 進入花蓮以北 或者從花蓮附近登陸 可是看起來應該是 往北的趨勢會比較明顯 之後會在明天的天亮之前 這大概到明天天亮 在凌晨5點鐘左右就會出海 等到了明天的中午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 就已經到達了海峽附近 到了明天晚上的8點鐘的時候 也就颱風的中心 就會逐漸的進入福建 往福州的方向走 這是順利 如果不順這個時間 拖個3個小時到4個小時的話 相對的整個水系的發展 會逐漸的進入到我們南台灣的山區 在南投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山區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 當颱風的中心進入了台灣海峽中 雨的狀況來說 相對的會在海面上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們從現在的 最新的衛星雲圖上就可以注意到 颱風的中心 仍然在花蓮的偏東南方海面 今天晚上要注意什麼 今天晚上要注意到 山區的雨量大 另外颱風的尾巴的部分 也就是這個颱風 你可以看到這邊上來的水汽 我們注意到 都現在目前是往呂宋島方向走 等到明天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到達了 我們台灣海峽的時候 這個時候上來的水汽 就會進入到我們南台灣的山區部分 所以要特別提醒呼籲 現在颱風的中心 是在花蓮的東方的近海 在這個打轉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是 宜蘭跟花蓮地區的風里的部分 跟雨量的部分 相對的在山區明顯 海邊的陣風都明顯的偏大 再來我們就看 它整個打轉過來之後 接近午夜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就有可能 往宜蘭方向 或往花蓮市以北的方向 有登陸的機會 所以要提醒大家 在午夜之前 登陸點風雨的狀況 是最為明顯 尤其是登陸那個地方 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 宜蘭跟花蓮的朋友要注意 北台灣在登陸的時候 北台灣的桃園 台北 基隆 這沿海陣風跟城市裡面的風力來說 會在登陸那一段 是相對的比較偏大一些 今天晚上要特別注意 現場交換給玉蘭